猶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唐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唇彩的試色 那就是植村秀的濃背紅茶系列 這次總共有六個顏色 我已經先把它畫在手上了 它就是從三分濃的這種OR橘紅色系開始 一路慢慢變身 到這個是八分濃的BR色系 那種有點紅棕色調的感覺 然後可以看到這些色系都是帶一點紅的感覺 所以就是紅茶系列嘛 那我自己覺得比較特別一點就是這一次的BR色系 因為BR大家想到都是咖啡色的土色調 看起來是比較有距離感的嘛 可是這一次的BR色系呢 這三個顏色都是帶一點紅色的感覺 我覺得會比一般的土色調再多一點溫柔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六個顏色呢 我都會有上唇的薄擦跟後擦兩種版本 給大家做不同的參考 因為每個人的唇彩使用習慣有點不太一樣 那等一下就先進入唇彩試色 最後再來是我對每個顏色的一些小心得 跟我自己喜歡的顏色推薦 那我們就先進入試色吧 先進入試色彩的風格 是 Energ召喚不太讓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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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完了全部的試色之後我先來講一下這次有用到三種質地的唇膏 其中霧面有集霧保濕和粉霧保濕嘛 那我自己是覺得植村秀他們家的霧面唇膏 你知道這個顯色度跟滑順度真的是 不用說就隨便畫一下都非常的滑 然後顯色度也很好嘛 相信大家從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兩款霧面唇膏呢 我覺得極霧保濕跟粉霧保濕 上起來的妝感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粉霧保濕的滑順度又再好一些 那持久度的部分呢 我覺得兩款你如果吃大吃大喝 吃比較油那它當然會掉 你需要補擦 但如果你只是喝喝東西的話 我覺得持久度是還不錯的 那這次還有分享一款保濕款 就是幼光精油的系列 那我覺得保濕款呢 保濕度當然很好 那它的顯色度呢 我覺得不會比霧面的差 它一樣可以疊到非常飽和 會比霧面稍微再容易沾杯一點 植村秀的唇膏系列有非常多種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 唇彩喜歡的種類去選擇 然後色系也非常多 那接下來我來講講六個顏色 它們有點些微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一樣是從淺到深來 分享一下每個顏色的差異 那我就從最淺的OR588開始講起 這個顏色呢 它就是有點像蘿蔔色吧 橘紅色調比較明顯 然後擦起來就是非常的顯白 薄擦看起來就是很年輕很樣 再來第二個顏色是四分濃的這個OR585 它也是有點橘 但是它的珊瑚調又再更多一點 我覺得是這幾支裡面最溫柔的一個顏色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想要當一個溫柔代表的話 這幾個顏色裡面我就會選這一個 再來是五分濃的OR595 是這次分享的唯一一支比較保濕款的唇彩 所以它的光澤度會明顯的比其他顏色來的強 我其實覺得這顏色跟後面要分享的BR784有一點像 只是它的光澤感再強一點 然後顏色的濃度稍微再淡一點 所以這是五分濃嘛 然後這又是再更深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番茄色的人 這種顏色你應該會喜歡 再來進入BR色系呢 顏色開始會變得有點紅棕感 那這支呢是BR782就是六分濃 那這顏色我自己覺得算是紅棕色系的入門款吧 如果你想要嘗試紅棕色 但是又怕棕色如果太多 會覺得可能有點病態 或是怕自己駕馭不了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個顏色開始 那這顏色本身也是非常的熱賣啦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靠櫃試試看 再來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七分濃的BR784 這個顏色呢擦起來就是好看 其實我現在嘴巴上這個顏色 但是博擦的版本 那後擦呢就是會是另外一種味道 博擦是比較溫柔比較日常一點吧 其實我覺得它們就是爛番茄色系的一種吧 可是它這個好像番茄比較新鮮一點 沒有到這麼爛沒有那麼熟成 博擦會紅色的感覺再多一點 那如果你後擦的話 它的棕色又會再更跑出來一點 再來八分濃最深的這支BR785呢 它擦起來就是棕色調比較明顯 而且我覺得它好像還帶了一點紫色的感覺在裡面 博擦跟後擦都不會像前幾支可能橘紅色調比較明顯 它擦起來就真的是比較濁的感覺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 帶紫的豆沙色系啊 這個顏色你搞不好會喜歡 那這六個顏色呢 其實我每個顏色擦起來都很喜歡 因為我每個顏色都可以駕馭 那如果硬要我從這個OR跟BR色系裡面 各選一支我自己最推薦的話 那我OR色系應該會選這個OR585 因為這顏色就我剛剛講的嘛 我覺得是這全部色系裡面擦起來最溫柔的 那BR色系要我選擇的話 其實我是有點選擇困難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BR色系這種紅棕色調 我就是這個愛好者啊 我看到BR開頭就是一個興奮啊 所以這三個顏色要我選其實很殘酷 但是最多人適合的話 我覺得我會想要推這個BR785是這個顏色 就是我剛剛已經說了我最喜歡的顏色 其實他們就是喜歡的程度都差不多 就是差一點點差頂點幾分而已 它薄擦的紅感比較明顯 然後後擦的那個紅中調也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應該大部分的膚色都會很適合 雖然這六個顏色我都很喜歡 但是如果只能推薦兩個色號呢 我就會推薦這兩個OR585跟BR784 那大家如果看了今天試色有喜歡的話 記得去靠櫃試用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膚色不一樣 所以最好能夠靠櫃試試是最棒的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接著很激烈的